師父曾經跟你們講,多聞不如一修,什麼意思啊? 這個要聽,那個要聽,什麼都要聽,最後什麼都修不好 其實修心啊,不在於你聽到多少,你要好好的修啊 你這個盡盡,那個盡盡,你到最後雜念太多,雜修啊 修了半天,走都走不出來,你修什麼心啊? 修心,修心修到最後,要把這個心修出六道,要修出無我 所以修心,修心最重要的,不是要這個思想不集中的多文文 我們要修心,才是正道